对于空军来说 战机是他们必不可少的装备 在空中格斗时 空空导弹就是战机们的獠牙 如果没有空空导弹 可以说再先进的战机也只是摆设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几款空空导弹 顺序和威力无关 这次咱们只看速度和射程 还请观众朋友们理解 新来的观众 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个赞 订阅加关注 永远不迷落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TOP10 AIM-9空空导弹 它是20世纪50年代 美国研制的疫情空对空导弹 也是全世界第一种投入实战 并有击落飞机记录的空对空导弹 也是第一款以红外线 作为导引设计的空对空导弹 参数上该导弹全长2.85米 弹径0.127米 重量91公斤 弹头重量9.4公斤 动力系统为MK36固体火箭发动机 最大速度达到2.5马赫 M型导弹的射程达到18.53公里 在制导方式上 该导弹采用了红外自动巡的系统 其最前端是红外线探头 包括旋转标线 反射器 四个光明电阻元件 最新的AIM-9X型导弹 则开始采用新型的激光近战引气 来对付采用了红外抑制技术 和非金属材料制造的隐形飞行器 总体来看 该导弹的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TOP9 R-277空空导弹 它是苏联俄罗斯 E型主动雷达制导全向全天后中距空空导弹 它也是一种发射后不管的空空导弹 可打击战斗机 攻击机 轰炸机 直升机 运输机 和巡航导弹等各种空中目标 参数上 该导弹的弹长3.6米 弹径0.2米 翼展0.75米 弹重175公斤 动力装置为二级固体火箭发动机 最大速度2.75马赫 该导弹的制导方式采用的是惯性制导 加指令修正制导 加主动雷达末制导 此外 该导弹还装备有 感状定向破片弹头 抗地面砸拨能力强 可以打击低空的巡航导弹及飞机 这么来看 该导弹可以称为一种 兼具中远距拦截能力的格斗导弹 TOP8 AIM-54空空导弹 它是美国海军研制的一款重型远程空空导弹 它采用雷达主动制导方式 具有射程远 威力大 可同时攻击多个目标的能力 该型号也是自二战后美国研制 并装备使用的第一款远程空空导弹 也是世界上第一款进入现役的主动雷达制导弹 具有发射后 不管和多目标攻击能力的远距空空导弹 参数上 该导弹的长度为3.9米 直径380毫米 一展900毫米 整体重量460公斤 动力系统采用的是固体火箭推进器 最大速度3.82马赫 在制导方式上 该导弹有多种选择 其中AIM-54A共有四种制导方式 连续数据半主动制导 采样数据半主动制导 主动制导和对干扰员寻地 在截截过程中 通常采用混合制导 以达到最佳攻击效果 所以从整体上来看 该导弹的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TOP7 巨蟒空空导弹 它是由以色列拉费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 研发制造的导弹 已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空对空导弹之一 参处上 蟒蛇五行导弹全长3.1米 翼展0.64米 直近0.16米 重量105公斤 射程大于20公里 飞行速度4马赫 该导弹配备一个先进的光电成像 红外线寻标制导头 它可以扫描 以此有敌方飞机的目标区域 然后锁定进行终端追逐 精心设计的弹体 总共有18个控制面 推力适量喷嘴 由此产生的导弹机动性应该超越其他空对空导弹 此外 该导弹还具有发射后锁定能力 并具有离轴全向攻击能力 Top6米卡空空导弹 该导弹是马特拉公司80年代 自行研制并装备部队使用的第4代空空导弹 参处上 该导弹的弹长3.1米 弹近165毫米 重量只有110公斤 动力系统为固体火箭发动机 速度可达到4马赫 在速度上 虽然和巨猛空空导弹一样 但是 米卡空空导弹的最大射程达到45公里 远超巨猛空空导弹 该弹采用正常式气动外形布局 炎弹体配置 带巨型边条翼的长弹翼和尾舵 火箭发动机喷口内装有4片偏转舵 采用复合制导 具体为主动搜索雷达和远红外巡地 结合的改进系统 具有独一无二的锁定能力 在追踪目标时 该导弹先用指令控制弹道 靠近目标15公里时 或在更近距离上 改用弹上雷达跟踪目标 此外 它还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TOP5 AIM-120空空导弹 该导弹是美空军海军联合研制的 全天候全向攻击的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 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 装有高爆破片式定向弹头 参数上 该导弹的弹长3.65米 弹径178毫米 C型翼展长为445毫米 动力装置为固体火箭发动机 最大速度为4码核 速度虽然和巨蟒空空导弹 米卡空空导弹一样 但是 该导弹的射程却远超它们两个 其中 C型的最大射程为100公里 之外 该导弹采用惯性中制导 和爱波段主动雷达末制导 相结合的复合制导 提高了导弹最大发射距离 和在机的解脱距离 并式导弹具有多目标攻击 和发射后不管能力 该弹有四种制导模式 中段指令灌导和末端主动雷达制导 中段灌导和末端主动雷达制导 主动雷达制导 以及雷达干扰寻定 在末端较远距离上 用高脉冲重复频率测速 以提高导引头截获距离 而在低空下视或近距时 采用中脉冲重复频率 以提高对目标的分辨率和低空下视能力 TOP4欧洲流星空空导弹 该导弹是一种由英国 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合资成立的MBDA公司研制 并在2016年服役的主动雷达导引超视距空对空导弹 导弹采用固体火箭冲压发射机和弹在脉冲多普勒雷达 具有全天候攻击能力 在相当广的空域内 具有同时对付多个目标的能力 即使目标做8-9G的机动过载 流星依然能够跟踪到目标 并将其摧毁 导弹全长为3.65米 弹近180毫米 发射重量为185公斤 动力装置为可变流量的固体火箭冲压发动机 速度为4马赫 作战范围超过100公里 有军事专家称该导弹的射程可能达到150公里 在射程上也是比AIM-120空空导弹要远一点 此外 该导弹采用双下侧二元进气道 弹体中部有两片单一 弹体主要由引导头天线罩 电子系统舱 战斗物舱 以及整体式固体火箭发动机舱四部分组成 导弹采用正常的气动布局 尾翼控制 弹体尾部的四片尾多的面积比较小 这样整枚导弹看上去更加简厉 其飞行速度也将有所提高 此外 欧洲国家出产的台风 阵风 幻影和雄狮战斗机 都将装备该导弹 TOP3 阿斯特拉空空导弹 该导弹是印度制造的超市区空对空导弹 虽然被印度称为是自主研制的导弹 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中 始终得到了俄罗斯和法国设计人员的帮助 在具体性能上阿斯特拉导弹重154公斤 弹体长度3570毫米 直径178毫米 翼展254毫米 战斗部为15公斤 高爆破片定向战斗部 采用无线电进炸引信 发动机采用无烟单级固体火箭发动机 最大飞行速度4.5马赫 制导系统采用惯性中途制导和末端主动雷达制导 目标15公里处 开启主动雷达导引头 射程达到110公里 TOP2天剑2型空对空导弹是主动雷达引信的中升导弹 是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在美国协助下 为金国号战机所研发生产的装备 简称舰2 参处上该导弹的长度为3.593米 直径19公分 重量184公斤 动力系统为固体火箭推进器 天剑2C型的最大速度达到6马赫 作战范围100公里 该导弹采用中途惯性与中端归向导引 具有多目标接战及电子反反制能力 是台湾金国号战机的主力装备之一 TOP1 R-37M空空导弹 它是俄罗斯研制的一种远距空对空导弹 是世界上射程最远的空空导弹之一 该导弹采用常规机动不绝 其平面形状为前缘后掠角很大的扁梯形 为E为4片呈X型配置的巨型翼 这种处于发动中的空对空导弹 可能采用主动雷达制导方式 其弹长约为4.2米 弹径约0.38米 速度为6马赫 最大射程约300公里 在1994年的一次试验时 导弹击中了300公里以外的目标 创下远程导弹的攻击距离记录 那么大家感觉这几款空空导弹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